這輩子 我跟你講 最好搶的就是買單 你搶的臉上會的票 BLACKPINK還應該搶不到 對不對 五月天搶不到 搶買單最好搶 只要你說 今天盡量喝 喝得爽快 喝得盡興 單我買了 我跟你講 立刻單就過來了 也沒有其他人說 對不起 不要讓小董一個人買 我來買 我也來那個 都沒有人 買單的時候絕不靜悄悄的 還有裝死裝醉的 你說這些大哥 這些大哥 後來是高齡峰高大哥 給我開示了 我就比較釋懷了 他很像想 你以後進了這行 是要當大牌的 大牌就是大家叫你哥 為什麼叫你巴哥 因為他就姓巴 沒辦法 為什麼叫你高大哥 什麼哥 你買的單 大家都不叫你小董 都叫你董哥 於是我買了幾個單之後 真的 全部要離開說一起站起來 謝謝董哥 連瓜哥到現在一直叫我董哥 你看看 所以真的是 但是從小董買單買到變董哥 那這樣花多少錢買到這個歌 大概要七位數字了 十萬 十萬 百萬 還百萬而已 你欠一千多萬 一個月啊 一個月喔 我那時候五六張卡了 我輪流刷 我是疑卡養卡啊 疫情結束之後對不對 我就開始大力的投放廣告嘛 我就開始辦人蛇集團 結果就有一個新聞 說有一個藝人 他突然跳出來講說 有人冒用他的名字 去跟人家說 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拍戲啊 什麼去那邊表演啊 變魔術啊 然後就被騙到柬埔寨 大概就有一條是這個嘛 就是過去 有啦 我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行銷人員打電話 因為他有報名 明明就他報名的 我們就回電話請他來 結果他就說他不要 就一直被拒絕 然後我就想說 不可能 我自己打打看 我說你好 我是小冰冰 他說你不要騙我了 我是白冰冰 然後我說 不是 那你報名 你能不能來我們這邊嘛 對不對 他就說 你要騙我到柬埔寨賣器官 我不可能受騙 我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又變成這個影響 然後之後就是 我一直講我是小冰冰 每一通電話我都講 反而在網路上 就在留很多這種負貧 5月6月是疫情嘛 然後7月8月柬埔寨 連續四個月 我去借錢了 真的 那時候我的小孩 正好是國小畢業 要升高中 那這段時間是一個 青春期的一個開始 最需要父母親都在 陪伴著 然後一起成長 一起給他有一種安全感 或者幸福感 可惜我學習了 我讓媽媽自己人去 出席她的學校所有活動 然後帶著她去新的學校 去報到 去註冊 所以我覺得 後來漸行漸遠的原因 我覺得跟我在那麼遙遠的地方 然後兩方面也都沒有很 很好的一個溝通的一個 情況之下 所以出了點問題了 在求仕途的這條路上面 會比較順利 而且如果說是要考試的 在下半年 各種考試不要缺席 你有出名得利的機會 出名得利在求職或求事業當中 當然會是加分又加分 但是有很多投資 本來他的那種投資的損失 是可以降低的 那為什麼他會損失那麼大 是來自於投資人 他面對損失的時候 他一個不甘心 還有一個他捨不得 他放不下 那總是會抱著一個 我再搏一把的心態 因此而就錯失了 最佳的退場時機 然後到最後 越搞越多 就沒有設下停損 對不對